各位朋友大家午安 西北太平洋上第18号台风山陀儿 目前正逐步的一直在影响我们 它下暴风圈正涵盖在云林以南的区域 以及台东的区域 目前我们预估花冬的雨从昨天开始下 但是今天到明天雨是依旧这么强 南部地区的雨也会开始增强 至于基隆北海岸的雨在今天晚上 到明清晨也会逐渐增强 还有台湾各沿海风力都也已经增大 沿海已经都开始有比较强 容易发生危险的强阵风 在下午两点时候 台风中心已经来到高雄西南方 大约120公里的海面上 我们预估未来它会以每小时9公里的速度 开始往东北的方向移动 往我们新南部陆地靠近 预估明天进入陆地以后 强度会再减弱 目前的环境来说对台风是不利发展的 所以一路向我们移动过程中 台风的强度会持续的减弱 甚至到我们陆地上都有可能再持续 在我们陆地上减弱为热带性地气压 但是纵使如此 还是提醒大家 台风依旧是一个有破坏力的完整结构 在山土而靠近的过程中 对我们各地的威胁都还是存在 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 目前我们海上警报区是整个东部海面 巴士海峡 东沙岛海面 以及台湾海峡 陆上警报区是花林以南的区域 海中苗栗以南的区域 还有澎湖 我们先看一下现在的风的状况 其实就从海面上来说 海面上沿海都已经观测到长浪 而且台湾附近的海面 像我们的南部海面 西南部海面都已经观测到8米到10米的浪高 另外在澎湖海面 中部以北的海面 以及花东的海面也有5到6米的浪高 提醒大家这巨浪的状况 在今天明天两天依旧存在 而且海面上也有强风 在台湾附近海面 尤其在整个台湾海峡 南部海面都有平均风11到12级 阵风13到14级的强阵风 最终的还是要提醒大家 目前中度台风的中心 它在今天深夜到明天上午 有可能在登陆的这段时间 台风中心它带来更强的强阵风 容易自在强阵风 会影响到新南部的陆地 而且会让强阵风在台风靠近的过程中 各沿海的强阵风不但会再增强 它强阵风还会往内陆扩展 就以目前的风力来看 我们先看一张图表 这张图是截至目前为止 到下午一点为止 各沿海已经出现的强风 颜色上我们可以看到 在橙色的表示九级风 然后再橘色的则是表示十级风 我们可以看到西部沿海 西北部沿海 南部都已经出现九到十级的强阵风 澎湖又十一级的强阵风 这沿海的风 那就我们的观测来看 另外澎湖金门马祖都有九到十级的强阵风 所以风力正在增强中 那就我们对未来的预测 请大家看一下 就是今天下午到傍晚六点的风力预测 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些地方 风力都持续的增强 都有红色平均风和六到七级 最大阵风九到十级的风力 这是今天傍晚为止的资料 然后再来往下 今天傍晚到今天深夜 连北部地区也会平均风 也会增强到八到九级 最大阵风九到十级 而在沿着台风逐渐要接近的地方 在绵青城的时候 台南高雄阵风会增强到十三到十四级 各沿海的风力也在增强 蓬沫风力也在增强 气象署目前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 要提醒大家 今天在彰化以南的地区 包括沿海和内陆 还有台中到桃源的沿海地区 台东沿海地区 横川半岛 绿岛南域 澎湖金河马祖会有十一到十三级的强阵风 另外西部的其他沿海以及新北沿海地区 会有九到十级的强阵风 而明天清晨 尤其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 随着台风靠近 台南高雄屏东 甚至嘉义 还会出现阵风十三级到十四级 这种风力是非常强劲 很容易造成危险 请多注意 这是陆地上及海面上的风 就是在天气方面 虽然我们知道台风在今天清晨减弱为中度台风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依旧看到它的结构是完整的 尤其是在北边和东半边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除了强风带以外 这些比较暖色系的环流 它一旦一到上空 就容易带来瞬间短延时的强降雨 比如像今天早上到上午的时候 台东曾经因为这样子 而有十雨量八十或一百毫米的降雨 随着台风向北移动 我们提醒在花东地区 南部地区它的降雨持续 而且中间会有瞬间短延时的强降雨 另外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在东北部和东部海面 也有云气形成会移近造成降雨的现象 那至于中部以北这些地方 会有一些云气过山 甚至但是明天逐渐北上也会有一些云气 造成一些零星的降雨状况 就有今天的降雨气象鼠发布 豪雨特报提醒大家 今天在新竹以北的山区 新北 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地区 一直到云林引南的地区 还有澎湖都有可能出现大雨 其中在宜兰山区 台北山区 花莲 台南高雄嘉义 以及澎湖可能出现局部性的豪雨 在其中是在花莲以及屏东的地方可能会出现大豪雨 另外在台东县以及屏东山区还会有超大豪雨 我们来看看目前的降雨状况 其实目前的降雨显示就以今天来看哦 今天到目前为止 降雨的情况就是原本的花东地区持续下 南部地区雨逐渐向北扩展 就以今天来说台东已经出现了超大豪雨 这样的降雨正逐渐的在发生 要请多留意 至于明天开始 我们知道台风明天上岸以后逐渐的会减弱 说不定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 但是减弱为热带性低气 要一样一样影响我们的天气 所以今天到今天深夜到明天的降雨 明天今天深夜到明天上雨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说过 花东持续降雨 南部地区现在雨量会逐渐地在增加增强中 而且降雨区会向北扩展 随着台风逐渐向北移动 除了在南部的降雨区向北扩展以外 也会扩展到中部的部分地区 另外北边则会有甚至有东北季风造成的降雨 这样的降雨在明天下半天甚至到后天 随着热带性低气下减弱以后 它的外温环流还是持续影响我们的天气 所以我刚刚已经提过今天的豪雨特报 至于明天 我们目前预估在北部东半部地区南部地区和中部山区 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 但依旧提醒大家随着云气以及环流的变化 我们会随时调整豪雨特报的内容 而且今天大家也感受到高温有下降了 我们预估今天各地高温都没有到达30度了 像西半部地区大约是29度左右 东半部大约是27度 金门澎湖也是27、8度 马祖比较凉24度 再来我们则是看一下 其实这是北中南东各分区 我们不要太注意它的温度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这是今天白天的高温已经比昨天来的下降 而明天随着环流的降雨的情况 还有东北季风的影响 明天各地的高温还会比今天再下降一两度左右 这是温度上的变化 请大家多留意 最后要提醒的 台风正逐渐往我们这边靠近 它的移动速度很慢 所以影响的时间很长 提醒大家特别留意 台风环流带来的瞬间短延时的强降雨 尤其花东地区 南部地区 它降雨时间非常的长 这边请留意 另外我们也预估 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这段时间 台风中心可能在西南部登陆 在它登陆的时候 也可能会有明显的强降雨现象 另外在西南部登陆的时候 也可能带来致灾性的强震风 有关降雨部分气象署 会随时依据最新资料 发布豪雨特报 或是大雷雨及时讯息 提醒大家留意 至于我们预估今天晚上以后 可能会有致灾性的强震风 影响到我们西南部地区的时候 当有可能发生这样的致灾的风力 之前一到两个小时 我们会发布强风告警讯息 提醒当地的朋友特别的留意 另外就海面上风浪强劲 沿海强震风长浪的情况 在今天明天都会持续提醒大家 最好朋友从事海面上作业活动 还有随着台风靠近 我们今天在新闻上 已经有看到一些地方 已经开始有海水倒灌的现象了 提醒台风接近的地方 可能会有台风爆炒 带来的海水倒灌情况 这种情形这种危险 请大家多注意 秋天的台风它的预测变数比较多 我们会随时依据台风和实际运动 大气状况 还有我们所参考的所有台风的预报指引 去做最可能的路径 那当然一旦路径如果有调整 就会调整我们对各地的风和雨 不论是影响时间影响程度 我们会随时注意 用最新的资料告诉大家 也请大家从事活动的时候 要参考我们最新的资料 以上是这节最新的台风动态说明 感谢观看